持續關注網紅細寶媽 直播山校資源班 讓家有漫飛天使的沈老師 沈雅琪是氣到發抖 沈老師的女兒 其實從小就被判定終身學習障礙 從不認識字 到現在可以閱讀文章 考完高職 讓她非常感謝 有資源班 特教班的協助 她認為給孩子時間空間 順著她的步調 陪她學習成長 孩子也能擁有自己的一片田 使用點讀筆 邊點邊聽再畫下來 這是沈雅琪老師分享女兒 五年級時候的學習情況 女兒四個月大被判定 終身學習遲緩 現在已經國三 對於網紅七寶媽善校資源班 沈老師一度氣到發抖 當下真的氣到發抖 一直抖 對 就是還蠻難過的 沒想到她可以用這樣子 嘲笑的方式 就可以踐踏人家的努力 真的讓人家太生氣了 煎蛋有模有樣 女兒對烘焙滿滿的興趣 原本讀寫障礙 現在都已經考完高職等棒棒 想要念烘焙相關科系 我記得她那時候 國一的時候跟我講說 媽咪我是打蛋第一名 學校禮拜四早上 有半天的烘焙課 所以她每個禮拜四 就會帶很多麵包 餅乾回來 然後說你看我做的 談到女兒 沈老師臉上滿是喜悅 儘管一路走來 學習步調慢了些 進步卻都是看得見 因為資源班 特教班 老師給女兒非常多的協助 投籃機命中率百分百 讓沈老師覺得很驕傲 從小女兒就算考了二三十分 沈老師都讓她數零錢 去買冰淇淋當獎勵 她說媽咪你看我考很爛 我說不會啊 你都你不認得字 還可以考這麼多分賺來的 所以我們拿冰淇淋 拿錢去買冰淇淋去慶祝 你有賺到這些分數 她就對考試不會害怕 順著孩子的專長性向 從旁協助給予最大的資源 看著她成長進步 找到最適合的方向 相信沒有人有資格說 漫非天使不能擁有自己的一片天 不要有錯誤的期待 如果這個小孩是真的完全沒有辦法認字寫字 那我們就放掉她的分數那個部分 那把她的自己能力訓練好了以後 她就可以照顧自己 記者林安婷 黃石芬 特別報導